啊话听到是麻烦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肥欧娜 好久不见 今天这期视频呢 给大家录一个化妆视频 化妆的同时呢 给大家分享一下 过去的一段日子 我做群眼的经历 真的是终生难忘 我还是得照样把眼镜摘了 虽然我摘了眼镜之后 镜头面显什么样 我是一点也看不清楚 哎呀坏了 我没有带镜子过来 哎呀等一下我去拿镜子 前段时间跟朋友见面的时候 朋友说哎呀 那个肥欧娜娜 你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有见过你素眼的样子 然后呢就在他家现场 卸了个妆 终于看见了我素眼的样子 那就开始跟大家聊 为什么去做群众演员 这些事情嘛 其实这些事情还是 特别随机而且意外的 是我朋友他呢 去试镜 完之后我就跟他一块就试镜了 就什么偶然巧合的 然后人家说哎 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 完了之后既然你朋友也来了 就也扮演个角色吧 然后呢我们就顺利的进入到了剧组 进入剧组之前呢 剧方还要求我们去做个核酸 当然这个做核酸是免费的 做核酸的过程呢 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痛苦 我只是捅一下这个上额 蹭一下轻轻地蹭一下就好了 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恶心难受什么的 所以整个过程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顺利 然后我就跟朋友到了剧组 到了剧组之后 首先第一件事呢要去试装 是你在拍摄的时候要穿的那个衣服 现在是春天嘛 我们的衣服是冬天的衣服 就刚刚好 晚上拍夜戏的时候呢 没有那么的冷 但是动脚 我就按照拍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这样的顺序来给大家讲一下 大致的过程 以及我拍完之后的个人感受 第一天呢 去的不是全部的群众演员 只去了部分的群众演员 我也在其中之一 第一天呢可能由于人少 大家的心情呢还都比较好 然后我们得到了 我感觉不像是群众演员的待遇 像是十八线演员的待遇 化妆的时候呢 化妆师也很用心 也会问你 这个合适不合适 这个衣领颜色合适不合适 然后穿着这个方不方便 都会很贴心的问你 然后呢也会有工作人员 你可吗 可给你倒点茶 倒点水 然后也会隔一段时间 发点甜品 发点那个午餐早餐之类的 就是一切感觉都非常非常的友好 我们拍摄的第一天是在白天拍的 所以整体来说没有那么的疲劳 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遭遇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呢 全部的群众演员就都来了 然后化妆师也好 服装师也好 就非常着急的帮忙换衣服 多多少少有点着急和混乱 还好这个还好 然后重点是呢 不准我们玩手机 我们在后场的时候 没有事干嘛 就可能会有书的拿出来看完书 有电脑的拿出来看完电脑 然后有一个工作人员呢 就态度特别的不好 他就说 我们花钱请你们到这儿 不是让你们在这儿白吃白喝的 然后这句话呢 听起来就让人特别的刺耳 经过第二天一整天12小时 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啊 其实我也能理解 很少有人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 来比较耐心的对待大家 因为很长的时间工作之后呢 身体上第一比较疲惫 第二呢心灵上也是比较疲劳的 第二天拍摄的时候呢 有夜戏 正好也有机会看到主要演员的表演 当然这个演员的具体内容呢 我不方便在这里给大家透露 但是我整体感觉就是 一种想象当中的那种高架子 百姿态的那种现象出现 反而非常的 这个亲民 所谓的亲民吧 然后放在大众演员之间呢 当然人家是特别耀眼的那一杠 长得非常漂亮 然后呢又非常的有气场 但是呢 并没有产生那种距离感 让人不敢亲近的感觉 我觉得那些演员是非常非常敬业的 我们当时有拍一场戏 就是一条街道上 繁华的街道 有各种各样的小摊 有游人 有游客 然后还有一些小商贩之类的 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然后主角呢 从道路中间走过去 然后我们其他的群众演员呢 就在路边 假装看一看商品啊 或者是假装闲聊啊 就是做这样的一些背景吧 我们都是背景版 同一个镜头 来来回回拍了好几次 那个演员呢 有一个摔的一个动作 就是来来回回摔了好多次 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敬业的 没有任何怨言 也没有不好的情绪展现出来 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天气还是比较的冷 然后那个主要演员呢 就会有助理 这个戏一旦拍完了之后 立马给披上那个羽绒服 然后我们这些群众演员呢 当然也会照顾到 我们的这个冷暖问题啊 就会有一个工作人员 要弹吗 给你披上 要那个保热的那个鞋垫吗 给你一副鞋垫 让你垫上 哎呀 我就觉得 虽然是群众演员吧 但是能得到就是那么一点点温暖的话呢 其实心里也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那一天的戏呢 拍了整整13个小时 还是14个小时 从准备到拍 然后到等待 然后到最后的这个拍摄结束 这一整天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疲劳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 都已经凌晨两三点了 然后那个腿已经酸的 就躺在床上 居然睡不着的状态 啊 化成大羽毛了 手一欠 手一抖 结果 就化成大羽毛了 好 这回正终 我们回到这个拍摄的这个 故事线上来啊 第三天照样拍了 12个小时呢 第三天拍摄结束之后 所有的拍摄任务呢 也就完成了 我整个的妆就化完了 我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戴的首饰 我今天要戴这一堆首饰 第一款的戒指呢 是这个样子的 戴上试试 有点大 我戴到这个手上 这个刚刚好 然后还有一个 这样的 这样的 很夸张 今天就要做夸张风 虽然我长得一点也不夸张 然后长得还挺严肃的 就是不笑的时候还特别严肃 但是呢 尝试一下不一样的风格也挺好的呀 这个呢 是最新买的这种蝶穿的项链 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个样子的 有一种 有一种 就是不太大的感觉 就是 我这个 我这个长相 我这个面相 跟这么多首饰 好像不太大 不夸张 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我参加这次群演经历的一些 心得体会吧 首先呢 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 我认识了好多非常很杰出的人 就让我对人的这个多样性和丰富性 有了新的认知 遇到了一个中学生 这个中学生呢 他自己非常擅长编曲 也遇到了一位妈妈 这位妈妈呢 非常擅长摄影和这个作画 也遇到了其他的人 有的擅长唱歌 有的擅长跳舞 遇到了各种各样有才华的人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参加这个群演的经历 给我的一个比较深的感受 就是在这个圈子里 那种阶层感还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就比如说 你在扮演一个群众演员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不被重视的角色 有扮演贵族的 有扮演平民的 有扮演一些底层人民的 不同阶层的人呢 受到的待遇 也是不一样的 就是人为的 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 这种感觉呢 让我非常的受冲击 当然呢 这就是现实嘛 我们也得接受 总之这一次的经历呢 让我也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去体验到另外一个职业和工种 在这里呢 给大家分享一个信息 非常有用 我报名的那家群演公司呢 他正在招亚洲脸 如果观看我视频 那你也想体验一把 做群众演员的感觉 那就赶紧去报名吧 把报名的信息呢 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如果大家感兴趣 就自己去试一试发 也许就有机会面倒你呢 好啦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也希望大家继续观众我的视频 下期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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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